Hello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呢 没错,就是Hobby Max推出的RadioEva十周年版明日箱 那RadioEva的企划呢,基本上是围绕着新剧场版来展开的 在十周年的时候作为庆祝活动 就邀请了人气的插画师米山武 装作了这套身着特别版服饰的5VEva驾驶员的纪念插画 再以这个纪念插画为原型 然后Hobby Max就推出了5V驾驶员的首单画系列 其中作为第一弹,那就是人气极高的明日箱了 那这次官方呢,一共推出了两个版本 既有上色版,也有黑白配色的溢色版 我这边呢,只购入了黑白版 依然是觉得真的足够特别 二来感觉上呢,也更贴近原画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盒 不都不说,这次外盒设计真的值得表扬 充满了RadioEva的潮流感 正面的话,只有大大的横向印刷的ASCA 侧面则是米山武大师原画版本的明日箱了 另一边则是很酷的Hobby Max和RadioEva十周年的logo 反面的话呢,有一些条纹设计和黄色的景色框 看上去非常的搭 盒子本身呢,也很小 一来本身手办的造型确实比较简单 二来呢,这是省地方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小盒子了 堆积实在是太可怕了 好了,那外盒看到这里 我们就赶紧打开看一下吧 在影片开始前 还是需要感谢大家的不令点赞和订阅 你们的评论和认可都会使我进步的动力 那不得不说 食物给我的感觉要比官图好的太多了 从造型上来说 基本上呢,就是还原原画 所以更多的应该是作为模特存在的明日箱吧 那这一身搭配在ReduEva Store里都是可以买到的 既然光是评测也没什么大意思 我们不如来看看明日箱这一身的搭配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猜测打在弹幕里 之后呢,我们一样样来看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好,首先是内搭的简约白T 那这件白T上带有明日箱最喜欢的玩偶瓷绣 这件白T呢,只要人民币需要380元 外搭呢,则是经典的MAE飞行夹克 穿出了oversize的感觉 折衷的部分处理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球标的部分可以看到飞行夹克属于ReduEva单品的证明 非常的酷 这盒人民币1340元 下半身搭配了运动风格的短裙 剪边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条短裙,这盒人民币需要432元 搭配的球鞋如果是原色版是可以看出整个的二号机风格 那黑白版呢,自然就是看不出了 鞋子是最贵的单品 单价高达人民币2270元 头雕的部分也不得不说一下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由于去色的关系 看不出原先的发色和铜色 但却别有一番风味 尽管没有颜色 但该有的渐变还是毫不马虎 发术的细节也表现得很好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总共这一身的价格 380元白踢加1340元的甲克 再加上432元的短裙和2270元的球鞋 合机竟然高达4422元 当然还没有算上袜子 对比800元的胶果然还是胶跟实惠 当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一款潮流风十足的明日浆 配合原画如果能全部出满 那自然也是很令人期待的 原色版也好 溢色版也好 大家根据自己的演员选择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 这一款明日浆的质量不会令你失望的 那大家会考虑共鸣这个系列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还请大家一键三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